特斯拉車主一上路 發現外頭下騎大雨 心裡馬上有準備 因為他開的Model Y 只要在大雨中行駛個 十幾二十分鐘 按喇叭的聲音就會變小 你要淋了一陣子 然後就是發現說 他被水遮擋了之後 就會變小聲 一開始剛領不回來 尤其最近這個 就是天氣很極端暴雨的時候 就會比較明顯 也有其他Model Y車主說 每到午後全台灣的Y 都變成啞巴 有人分享就是喇叭含到水 形成水膜阻擋聲音 還有車主回保養廠問 證實車子有喇叭水膜問題 但這現象油車也會發生 尤其是壓過水坑 被噴濺到會更容易出現 大雨讓Model Y喇叭發出的聲音變小 但也有車主說五感很正常 有車主詢問客服 得到回應說是因為喇叭角度的問題 解決方式就只能多按幾次喇叭 把水磨震掉 午後豪雨大雨特報 北市多處也都是搭搭 從即時影像能看到 信義區101 週六下午周圍烏雲密布 沒多久大雨來襲 整個畫面都是雨水還起霧 截至13號下午五點 南港區側站 累積雨量逼近50毫米 大雨影響也讓部分特斯拉車主 得更小心行事 TVBS新聞專員 龍航今晚才不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